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黄欢节的第二天 天下着瓢泊大雨 一个穿着绣花睡衣的男人 走在莱茵的古桥上 他混在那些戴着假面具的人群当中 没有人发现他 他纵身一跳 就跳进了莱茵河里 这时候惊动了莱茵河上的船夫 船夫们急急忙忙地 把这个跳水的人救了上来 被救上来这个人 坐在那里浑身发抖 但是他一言不发 人们不知道应该把他送到哪里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过路的人认识了他 大声地喊道 他是舒曼 音乐家舒曼 在人们的簇拥下 把他送到了家里 舒曼用紧张的眼睛 看着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他用自己的手 也把自己的脸给捂上了 仿佛那也是一个面具 舒曼是十九世纪当中 非常少有的 即作曲家 文学家 评论家 思想启蒙 于一身的大音乐家 他那令人人都羡慕的爱情 和因爱情而激发起来的创作热情 都使他成为了一个迷一样的人 舒曼的父亲 是一个贫苦的教室之子 十四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学做生意 并且一直都坚持自修文学 最后他终于有了机会 上了莱比西大学 成为了一名人文学系的学生 但是他积攒下来的钱 不够支付他的学费 他不得不中途输学了 但是他仍然对文学那无比的热爱 在1817年的时候 这位父亲买下了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私人的图书馆 在这个图书馆里 收藏了当时世界上古典文学 所有的文化瑰宝 舒曼的家乡是德国的茨维考 这是一座著名的工业城市 舒曼兄弟四个 还有一个姐姐 舒曼是家中五个孩子 最小的一个 舒曼的母亲 非常的喜欢这个心肝宝贝 他那一项稳重的父亲呢 也非常的喜爱他这个最小的孩子 他们为这个孩子呢 购置了一架三角钢琴 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由父亲呢 教儿子弹奏韦伯的作品 父亲不是一个好的教师 他教得并不好 儿子弹得也并不好 但是这位父亲每天晚饭以后 一定要坐在钢琴旁 看着他的儿子在那里弹琴 后来舒曼成名了以后呢 回忆他父母对他的关怀时 这样说道 我享受到的教育是最细致的 最富有爱心的 在他母亲的建议下呢 让他的儿子 拜当地的管风琴师 作为钢琴老师 舒曼跟他学习了七年的钢琴 舒曼的三个哥哥 后来都成为了书商 或者是出版商 舒曼的姐姐因为有严重的抑郁症 在29岁的时候呢 自杀身亡了 他的父亲也在姐姐去世后的一年 德费杰和去世了 去世的时候这位父亲53岁 他给妻子和四个儿子 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财产 舒曼在儿童的时候 就被他母亲送进了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 他在那里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 舒曼兴趣非常的广泛 他的满脑子里面都是诗人 剧作家和音乐家 他一会儿疯狂地喜欢戏剧 一会儿又十分地热爱音乐 但是不管喜欢什么 他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些里面 他都非常的投入在音乐或者戏剧里 他的这一些表现呢 使他显得与他的同学非常的与众不同 他的同学都认为 他长大以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作家 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大人 在15岁的时候 他创办了一个青年乐队和一个文学联合会 舒曼在18岁之前所受到的音乐教育 都是业余的教育 舒曼非常善于用幻想来构思他的钢琴演奏 他经常用记性演奏的方式来刻画他的同学的肖像 因为他刻画得非常逼真 总是引来同学们的哈哈大笑 同学们都赞扬他的这个记性演奏能力 舒曼偶尔呢也去教堂担任管风琴师 在他12岁的时候 就将旧约诗篇的第150首呢 给谱成了歌曲 管弦乐曲 钢琴曲 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学过和声 也没有学过对位法 17岁的时候 舒曼认识了一位医生的妻子 并且通过这个家庭 他接触到了舒伯特的音乐 他经常为这位夫人弹伴奏 由夫人来唱舒伯特的歌曲 在这位夫人的建议下 舒曼也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了 慢慢的 舒曼爱上了这位夫人 舒曼在他那敏感而忧郁的日记和书信当中 描述记录了他们的交往 在中学时代呢 舒曼的兴趣呢 大多是在文学上 他翻译过许许多多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章 并且还用过不下五个笔名 他给当时的报社投了许多的稿 虽然舒曼是当时的文学联合会和青年乐队的头头 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有许多人围着他 但是呢 他时常感觉到很孤独 特别是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 15岁的时候解决自杀 这些都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个性的发展 舒曼中学毕业的时候 是以第二年的成绩毕业的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母亲还有哥哥 还有他的监护人呢 都认为他应该有一个更加体面的职业 那么建议他去学习法律 舒曼非常渴求的艺术生活呢 在当时的这个市民的实用原则上面 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所以舒曼呢 服从了家族对他的安排 在1828年的3月29号呢 他进入了莱比锡大学的法律系 成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 然而冷冰冰的法律让他无比的厌烦 莱比锡是一个大城市 以博览会 书页和印刷页而著称 这里的音乐厅呢 经常有音乐会演出 这令舒曼呢十分高兴 同时呢 他又非常的想念家乡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呢 这样写道 当我想起故乡宁静的秋日傍晚 我就会心碎 忧伤 这令人厌烦的莱比锡 让人忧心忡忡 独自在外的舒曼 一再向母亲保证 他一定会按时听课的 他还向他的监护人承诺 他一定会刻苦地学习 但他还是在音乐和写作上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他打牌 下棋 学机键 打台球 偶尔听听哲学讲座 至于他的专业课 法律 他曾经诚实地 向他的一位朋友共认 他一次也没听过 一次他去到一个 爱好音乐的教授家中 就在这次聚会中 他遇到了一个 影响他一生的人 随后 在年少的舒曼身上 还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年少的他 就在音乐 诗歌 戏剧等方面 彰显出了超长才华 他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 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期品文化 为您献上的是 音乐诗人 舒曼 一次 舒曼来到了一个 教授的家里 在这个教授家里 他认识了许多的大人物 有指挥 报社的编辑 还有音乐家 钢琴家 等等 这些人都对他的作品 给予了非常严格 和适当的评价 但对舒曼影响最大 甚至影响他的一生的 是维克先生 当时的维克先生 正当不惑之年 他当过家庭教师 在莱比西呢 还开过一个钢琴行 和租赁一些乐谱 这样的一个职业 维克先生 虽然自己没有受过 非常多的音乐教育 但是呢 他通过自己的自学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一名 非常有名的钢琴教师 他把钢琴课 和基础理论课呢 结合起来 这个方法呢 在他美丽的女儿 克拉拉的身上 就有明显的体现 当时克拉拉只有九岁 九岁的克拉拉呢 就在当地的 莱比西的音乐厅里 成功地举行了 自己的钢琴演奏会 在当时呢 是非常的轰动的 舒曼非常愿意接受 威格先生的严格训练 不久之后 这个令舒曼非常钦佩的人 就成为了 舒曼的父亲般的师长 而威格先生 也十分喜欢这个风趣 质扭的年轻人 威格先生 十分明确地指出来 虽然舒曼的钢琴弹奏 比较娴熟 但是他的基础 十分不扎实 并让他从头开始学起 从C大调音阶弹起 威格先生的这种训练方法呢 是正确的 在现在的钢琴教学当中 基础训练 虽然枯燥 但是它却非常有意义 只有掌握了非常好的技巧 你才能更好地去 表达音乐的流畅性 和音乐的感染力 当你的技术 越是提高 你对音乐的表现呢 也就会要求越高 当然你弹奏水平 也随之提高上去 舒曼呢 时尔疯狂地练习 时尔又偷懒说他的手疼 持去了几个月 这样的练习之后呢 舒曼就开始请假了 但是在这同时呢 舒曼又开始学习作曲 但是他始终 不好好做那些对位法呀 和和声的题 他自己呢 也意识到了 这是他的一个大缺陷 那么经过四个月的 艰辛的学习和创作呢 在1828年的3月21号呢 舒曼创作完成了 他的C小调 钢琴四重奏 这首作品呢 虽然气势磅礴 但是技术上 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1828年的8月呢 舒曼决定 离开莱比锡 他要结束这种 臣服的 懒散的生活方式 他想去海德堡 因为那里是 浪漫主义的中心 这时候他欺骗了 他的母亲 他对他母亲说 他去海德堡 是因为要听著名的 法律大师的课程 来到了海德堡 他有了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这里的田园风光 秀举得如诗如画 但是这里什么都贵 什么都精致 什么都是贵族化的 舒曼在这里每天参加音乐会 晚会 他的生活非常快乐 一年之后呢 这里舒适而昂贵的生活 那舒曼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父亲给他留下的财产的 这个利息呢 已经不够支付 他的这样的生活 他只有求助于他的哥哥们 此时的舒曼 由于社交活动太多 影响了他的学习 他决定 要对自己进行挑战 他要缩短自己 钢琴练习的过程 他强迫自己 加强四指五指的指法练习 但结果 却是他的手指因为老损 疼得他无法继续练习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训练方法 因为人的四指五指 根据人的肌肉和骨骼 的生长规律 他永远都不可能 像一指二指那样的发达和灵活 必须通过非常科学 和持久的训练 才能使他与别的手指呢 保持一样的能力 一样的独立性 绝不能那么 很盲目的硬性练习 那种练习呢 会让你的见鞘发炎 最后导致 没有办法再弹走 舒曼呢 也知道了自己在钢琴上的不成熟 所以当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总之说 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钢琴演奏家 母亲对他的行为 非常的恼火 大失所望 那么舒曼呢 也以他自己开音乐会 与这里的著名的人士 和国王陛下 有过交往 而来安慰他的母亲 在舒曼二十岁的时候 他给母亲写信 告诉母亲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要以音乐 作为他一生的追求 并且呢 希望他的母亲 给维克教授 写信 征求他的意见 维克先生 接到了母亲的信后呢 马上就给了答复 他告诉舒曼的妈妈 按照舒曼的才能 他对他坚信不疑 但是 舒曼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 必须停止他那种 铁马行空的想象 和摇摆不定的信念 他必须每天要上课 要完全掌握技术 而且呢 他的理论课 也绝不能够去忽视 哥哥们都不同意 舒曼走上 职业音乐家的道路 但是母亲 同意了舒曼的决定 当舒曼三十岁以后 在获得了博士头衔的时候 在他的简历上 他写下了 他在莱比锡大学 和海德曼大学 听音乐课 学习音乐 和学习哲学的经历 他只字未提 他的法律专业 1830年 二十岁的舒曼 在日记中写道 我自己的生活开始了 在这一时期里 舒曼写了许多的钢琴曲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阿贝格变奏曲 这也引起了众人 对他的关注 十月份的时候 舒曼搬到了 威克先生家 在这里呢 他又见到了克拉拉 这个时候的克拉拉 已经十一岁了 两年前 舒曼第一次 见到克拉拉的时候 看到了他的弹奏 已经令舒曼 责责称探 在威格先生家中 学习和生活的舒曼发现 威格先生 为了培养他的儿女们 学习音乐 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 舒曼也和他们一起 学习钢琴 配器 作曲 小提琴 和声乐 在随后的日子里 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威格先生 在舒曼心中的形象 发生了巨大的扭转 舒曼甚至终止了 在威格先生家中的学习 究竟是什么事情 导致舒曼做出了 这样的决定呢 敬请收看 下期品文化 为您推出的 大型系列片 音乐家的故事之 音乐诗人 舒曼